中草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更是集结老祖宗数千年来的智慧 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医学科学 中医药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医学体系 中药基本上它我们所谓的中国传统 它针对的是一个慢性病 调理身体最重要 所以它跟西医的治疗 是很大的不同 它应该是治根 而不是这个根本的改变 而不是真的是寂静的这个药物的治疗 而工研院配合政府政策 将生医产业列为主要策略研发领域之一 而中医药产业 更是其中推动研发的重点项目 我们在中草药第一个的研发 最重要是扶植产业 产业做得好 做事情比较放心 因为我们是以产业的成长 或者产业价值的创造 当作我们的任务 工研院在台湾投入许多中医或中药的科学化 遵循西方市场药物开发逻辑 开发传统中草药 在与厂商良好的互动合作之下 许多药物研发都已有了初步的成果 工研院在中草药的研发里面 合作促进产业发展 并展开全球布局开拓国际市场 台湾的药材不多 可是我们可以利用少数的药材 用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backup 我们当作后盾 在合作的时候 找到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所以我们可以争取最大的 我们讲分配比例 结合两岸中草药产业互补优势 在科研及教育 建立双方交流合作平台 架构生产管理与审查机制 对于推动两岸临床试验标准 与规范达成共识 将两岸中草药产品 进军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在中草药这部分 碰到的瓶颈就是什么 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科学化证据 证明它有疗效 所以当这个有病治病 没病强生这件事情 在世界的这种其他的舞台 它不见得能够认同这件事情 为让中草药之药效 不仅仅为中国人所认同 更能说服全世界 工研院利用高科技设备 针对现有的药物进行研究 企图找出逻辑与证据 利用我们现在工研院的 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 协助让药物开发更精准 而且证明它有效 所以在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水准的提升 是重要的 工研院近年来出深入研究药物开发 更荆棘推动两岸中草药产业合作 经过一年交流 两年洽商 今年迈入第三年实质合作关系 展现封锁成果 双方并于4月26日盛大举办 2011两岸中草药产业合作 及交流会议 大陆代表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 亲自率领由多位中医药界重量级人士参与 与台湾中草药产官学各界的精英 进行交流对话 在双方互相制赠 象征渊源流长的樱花钩稳归 及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天坛礼品之后 这次的两岸中草药交流会 正式展开 交流会发表了两岸在中草药科研 产业 教育 法规等方面重大成果 当中也包括两岸中草药厂商 成功合作案例 除了举办产业及研究单位间的交流会外 公研院并于4月29日 针对一般民众 举办2011两岸中医药研讨会 邀请大陆国宝级中医药大师 教导大家中医药养生 了解如何透过中医药 有效治疗慢性疾病 在这两场的系列交流活动中 双方具体拟定未来的规划方案 并大幅提升合作共识 我想这一次在两岸的交流 在层级上面 跟我们的主题上面 都开始有很明显的 一个是落实 一个是大家在共识 也有效地提升 这次交流会的召开 为促进中医药发展 提供了一个高血准的平台 两岸产业界合作 为增进民众健康福祉 努力奋斗 让中医药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在世界上发生了一条 适合